我們那個公式部分 所以我在想說未來是不是應該補一下 因為一元二字方程是如果你要查 你要必須要知道這個公式 OK要寫成這樣子 你才有辦法把結果給做出來 但他們裡面沒有提示 這就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同學剛有做到506 就會有這個問題發生 那都沒關係啦 反正至少知道一下這個公式 其實也不會特別難記 因為這個把那個以前國中數學稍微複習一下 OK 那我們先把那個第五類的第504題稍微講 其實504也非常簡單 次方的計算 那所謂的次方就是14的三次方 那我比如說我今天要把這個做出來 他一定要用那個就是 就是一定要用方權的方法來做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他一樣input的一個a,input的b 所以你會不會跟剛剛那一題非常像 差別只是說呢 剛剛這一題的話是兩個相乘 那這一題的話是幾次方 幾次方我們前面講過 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用那個mess 裡面有個方法叫pow 然後呢那個數字 豆點幾次方也可以 或者是說你可以怎麼用這個方法 乘乘就好了 乘乘就是幾次方 後面的話呢 a的幾次方放在後面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是先一個a輸入一個b 然後最後的話把這個compute傳過來 一樣這個可以改xy 最後把那個a的幾次方幫我return回來 return回來之後結果就可以看到 所以這邊的話根據這一題題目 他要我們做的次題就是 他要得到的是14的三次方 enter 得到結果 ok 另外的話呢 如果說你覺得這個方法不ok的話 其實另外一個方法就是用那個import 然後你要多一個mess 那這個mess裡面的話 他有一個方法 他這個mess的方法 他這個我把這個 比如說你這邊mess 假如說我今天的話要return return不是他用層層的方法 你可以用那個mess 刮糊 mess.pow 有沒有 x跟y有沒有 你可以把x跟y改成a跟b ok 這樣的話他實際上return回來 結果也會是跟上面是一樣的 不過呢 變你可能要 多一個import 不過看起來好像這個方法應該比較簡單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